他与朱瑶善诉为平生 怎么他一曲终了 要了这么个请求 有一个承诺 求什么不行 用到他身上 不妥吧 原基夏一想就知道肯定是冲着陆毅去的 此时就算所有人都看着他 原基夏还是忍不住回头弯了他一眼 陆毅觉得冤枉 他今日除了与宁安公主说了句话 除此之外可没有给过任何一个异性眼神 陛下 微臣与内子以空侯之取定情 成婚之前 内子曾与弄微臣第一曲定然要与微臣合奏 自成婚以来 内子忙于至家 忘了旅行承诺 迟迟不对线 今日端阳佳节 微臣斗胆求皇上许臣一个恩典 将内子与他人合奏的第一个名额让与微臣 陆毅巧舌如簧 三言两语便驳回了朱瑶善的请求 他毕竟还是个小孩 在陆毅与他之间 他知道皇上一定会偏陆毅 彼氏小脸一丧 瞬间不开心了 他等这次机会等了好久 为了这次宴会他苦恋秦义 就是为了有机会能与袁金夏说上话 现在好了 陆毅横插一脚 他的机会没了 他瞪了陆毅一眼 十分委屈地看了看袁金夏 袁金夏 似乎有点不太对劲 没想到陆爱卿如此咒诺 既如此 真便如你所愿 皇帝举杯一笑 诸位大臣急忙附贺 宴会结束时 袁金夏有些疲惫 秀花贤磨脚 出宫时便有些走不动了 站住 朱瑶善走在陆毅身后 他还在为之前的事生气 如今宴席结束 他自然是要来讨个说法 善儿 陆毅一出口便是温柔的呼唤 袁金夏都愣了了 陆哥哥 你实在太过分了 你凭什么不让我与金夏姐姐合奏 你知不知道我等今日等了多久 朱瑶善气的小脸都有些扭曲 袁金夏越发觉得事情不对 他没有见过这位小郡主啊 郡主金贵之躯 如何会识的卑职 袁金夏想着总是要弄清楚的 否则他总不会安心 你是我的榜样 我自然是认得你的 你都不知道 从那些画本上看到你的故事 我有多崇拜你 我拖了好多人打听 才知道今日宴会你会来 得知你会空喉 我恋了好久 结果 朱瑶善越说越失落 最后恨不得用眼神 将陆毅从袁金夏身边赶走 袁金夏 好特别的小郡主 陆毅 就这 她对她的崇拜都超过她了 小没良心的 也不知道是谁从小就收容她 行了 下次见面叫她与你合奏 你嫂嫂今日不舒服 你莫要胡搅蛮缠 陆毅将袁金夏打横抱起 不顾朱瑶善 大她不向前走 朱瑶善关心的话还来不及说出口 陆毅已经走了几步了 袁金夏很是害羞 涌到这么多人看着 她怎么脸部红心不跳的 大人 我可以自己走 袁金夏举手抗议 陆毅直接无视 没办法 太过引人注目 她只能将自己整张脸埋进陆毅怀中 只要她看不见别人 别人就没有看她 还别说 陆毅的怀抱很温暖 让人感觉到踏实 很有安全感 袁金夏确实有些累了 坐到马车里都在打盾 回府后 陆毅终于察觉到不对劲 在宴席上 袁金夏对她的态度就怪怪的 她尚且可以迟钝地以为 她还在借一只浅口不择言 对陛下胡说八道 现在回到家 她还是这副模样 陆毅便开始回想 她究竟做了什么 让她不开心了 一家人齐聚一堂 吃喝玩乐到深夜 惊吓 你怎么了 陆毅搂着她在房顶上看月亮 大人 你与宁安公主 袁金夏心有异样 都不敢将话问完 她怕陆毅光明正大的承认 她怕她并不是陆毅的第一选择 她怕陆毅娶她不过是为了海恩 对她早已没有了之前的感情 袁金夏本以为她可以不在乎 可是她骗不了自己 她爱陆毅 不想与其他人分享她 夫人这是吃醋了 陆毅恍然大悟 她再次回想今日宴会的过往 终于 眼底笑意越来越浓 原来 原来袁金夏也是在乎她的 袁金夏哪里肯承认 再说她也不完全是吃醋 只是被一个一直都没有交集的人 明着帮衬 有些不安心 对方的身份又是那么尊贵 她若是弄不清楚 定会觉得白掌挠心 吃醋 总是有的 不过这种情绪与好奇心相比并不强烈 大人若是不方便说的话 我就不问了 袁金夏倒是看得开 可与其说她看得开 还不如说她在保护自己 没什么不方便的 你又是想知道 明日我便告诉你 若一瞧她一张小脸皱成一团 还偏偏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很是好笑 那 郡主 见陆毅并不选择隐瞒 袁金夏还想知道的更多 一个孩子而已 夫人怎么这般在意 陆毅心中越发高兴 是了 陆毅与豫王年岁相当 她听说当年豫王的女儿还在陆府住过许久 逢年过节议会来拜会 这么多年也不曾断了联系 按被分来说陆毅是她的叔叔 可她却听她喊她陆哥哥 这又是什么情况 袁金夏有些头疼 与夫在一处 夫人怎么总想着他人 陆毅被袁金夏两句话问得心情好 连带着与她说话都比往常温柔许多 袁金夏与陆毅拉开些距离 她还有些不太习惯 陆毅在外面与她举起亲密 说来也奇怪 他们明明是夫妻 屋内 袁金夏任由她动手动脚 非必要时刻她并不会主动 对这种事也不会有任何期待 她有时竟觉得她黏人 为此还特意问过上官熙 上官熙告诉她男子成婚之后一两个月都会这样 日子长了也就会淡下来 她听完之后竟然有种如是重负的感觉 在外头 袁金夏更是不想与她过分亲近 生怕别人指指点点 她自己都觉得奇怪 也不知究竟为何 这种事也不好与陆毅说 怕她生气 便一直憋在心中 他们真的是夫妻